大家好 我是Alisha 加拿大政府主冊 移民顧問 今天有特發消息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加拿大移民局 響應香港今年的7月1日立國安法 有新的政策推出來 讓年輕人可以去申請入籍加拿大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年輕人還未提及年齡限制 詳細的消息稍後會公佈 有兩個政策 第一個就是在加拿大或在香港 或在其他地方讀完大學 或是Depoma Course的年輕人 可以現在申請一個叫Open Word Permit 甚麼來的呢 Open Word Permit就是不用找到工作 其實是一個臨時居留政三年的 去到才找工作 第一個 找了工作之後 怎樣做永久居民呢 其實是可以進入Express Entry 是Under 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 做了一年夜 就可以申請永久居民 或者在省給省提名 叫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第一就是讀完書 即是大學畢業或是Depoma Holder 可以申請 第二個可以年輕人去考慮 就是去加拿大讀書 以往就是去加拿大讀書 讀完書出來 你就會拿一個三年的臨時居留政 然後做一年夜 然後才可以申請永久居民 現在這個政策 就只是給香港的年輕人 就是去加拿大讀書 讀個Depoma或Degree 立即可以去申請永久居民身份 還有加拿大政府 就覺得是一個和平的遊行 就不是一個犯罪的罪行 如果是覺得有什麼情況 他會考慮一下 為何你有一個判斷判 即是拿不到糧民證 他會著情地考慮 如果是因為和平抗爭 而是拿不到糧民證 他就會考慮讓你入境 想再有什麼最新的資訊 一出來我們就會跟大家分享 關於現在的資訊 有什麼program 有什麼問題 請你PM我們 我們會和你一一解答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麼多 OK 謝謝 拜拜 拜拜